B站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 光好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的张庆华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国的城市 人口的未来的空间分布的问题 随着毕业期的到来 很多小伙伴们都要面临就业的选择问题 那么选择什么样的城市更好呢 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关系到未来人生的发展 去向什么样的城市较好呢 哪些城市更有吸引力呢 首先呢我来说一个 基础的事实 我国呢虽然城市化取得了非常大发展 但是城市化的质量不高 城市的结构不合理 表现在呢大部分的城市呢 规模过小 少数的城市呢规模是比较合理的 还有极少数的城市呢 规模显著的偏大 那么绝大部分城市的规模过小 和少数城市过大 都造成了较大的福利损失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为什么说我国的城市 人口规模结构不合理呢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图 这个图呢展示的是咱们中国的地图 然后上面呢标出了中国所有的地基市 每个城市的颜色呢代表着它的规模和适度的指数 颜色比较偏绿的呢 它属于规模合理的城市 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很多的城市 它的规模都小于合理的规模 通过我们的计算呢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城市 由于规模不合理导致的福利损失超过了30% 有22%的城市呢 它的福利损失甚至超过了40% 因此呢未来高质量的城市化呢 急需形成一个规模合理的城市系统 一个城市它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 而是合理就好 说到这里小伙伴们一定会问 什么是一个城市的合理规模呢 根据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啊 一个城市的人均福利水平 随着它的人口规模的增大 呈现一种先增加后减小的规律 它是一个道U型的曲线 在这个曲线的最高点所对应的人口规模呢 就是这个城市的合理规模 不同城市呢 最高点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合理规模 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产业结构 公共物品的服务 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 每个城市有自己的特质 因此有不同的合理规模 一个城市的规模合适度指数呢 定义为城市的实际的人口规模 比上我们理论预测出来的 该城市的合理规模 如果实际规模大于合理规模的话呢 就说明这个城市过大 如果刚好等于1的话呢 那是最好 如果是小于1的话呢 就说明这个城市偏小 那么在城市的系统规模结构不合理 城市两极分化情况明显的背景下 小伙伴们要如何进行就业地点的选择呢 大家可能注意到 近十年以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群 从2015年3月长江中有城市群 到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正式批复 然后国务院呢 正式批复了十个国家级的大的城市群 后面呢还陆续有金经济等城市群的出现 批复城市群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呢 就是想通过城市群的发展 通过城市群的协同作用 来促进形成规模合理的城市系统 小伙伴们肯定想知道 这个内在逻辑是什么呢 那么通过城市群 促进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呢 有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 通过发挥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核心作用 引导它的溢出效应 然后这个溢出效应 辐射到城市群中的其他的城市 带动其他的城市更好的发展 使城市群内规模不足的城市呢 能够达到它的合理的规模 而那些过大的城市呢 也能疏解一部分的人口 形成一个城市群内合理的城市规模 第二个逻辑呢就是 通过整个城市群 在这样一个大的范围内 合理布局产业 然后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配合的产业结构 然后更好地发挥整体的 急剧效应的潜力 这就是两点逻辑 那么这样的城市群 它实现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近十年来 大家看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也显示 我国的人口呢 开始出现向城市群急剧的 这样的一个态势 但是呢 不同地区的城市群 它发展的趋势是非常不一样的 差异非常的大 有些发展的好 有些发展的慢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什么样的城市群更有吸引力呢 是那些协同作用比较好的城市群 然后这样的城市群呢 它内部的城市平均的规模更为合理 人均的可支配收入越高 人均福利水平也越高 那么现在我们来画重点 什么样的城市群 是这种协同作用更好的城市群呢 首先是那些群内要素市场 更加有效率的城市群 要素是哪些要素呢 小伙伴们知道劳动力 也就是人口 这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 还有资本 也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 那我们先看劳动力市场 如果这个城市群内 劳动力市场 自由流动的程度比较高 反映在各种显性 或者隐性的移民成本比较低 那么这个城市群就更有吸引力 人口的规模呢 也趋于更加合理 我们呢 可以用数据来度量 来通过计量的分析方法 度量出两个城市之间 移民的便利度 然后用1减去这个移民便利度呢 就是移民的成本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中 可以看到 中国的城市间的移民成本 还是很高的 特别是跨省间的移民成本 超过50% 这个50% 指的是对效用的损失 超过50% 那么这样高的成本呢 它是由什么东西导致的呢 当然空间距离是一个因素 两个城市相距离越远 文化的差异和交通的不变 那自然移民成本就大 可是呢 在逃除掉空间距离的因素以外 我们发现 还有很大的移民成本 那这是由什么因素造成呢 这主要是来自于 移民到达的目的地 它对移民的政策 有各种各样的隐性 或者显性的壁垒 显性的话呢 有户籍制度 大家也都知道 但除了户籍制度以外 还有很多隐性的移民成本 也产生的改善 包括新移民 在当地求职的便利性 安家落户的方便程度 以及他的子女 能够在当地 享受教育的便利性 还有一些医疗等的公共服务 总之呢 目的地的城市 这个城市群 它对移民越友好的话呢 就会越有吸引力 吸引未来人口的流入 除了这个劳动力市场以外呢 还有资本市场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看资本的这个配置 如果在某个城市群中 更加的有效率 意味着资本总是去流向 那些回报率最高的地区 而不是按照行政等级 来分配资本 如果资本是按照 逐利的倾向去流动的话 这样的城市群 它也是更加吸引 未来的人口流入 它的城市规模 也会更加合理的 除了劳动力和资本 两个要素以外呢 消货班们还不要忘记 还有第三个要素 那就是土地 土地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 而且呢 土地的价格呢 还会直接以小的房价 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 切身的利益 如果要是一个城市群内 它有一个比较好的 土地规划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城市群 也是应该加分的 什么意义上说 有个比较好的土地规划呢 就是说呢 这个城市群 它的政府 来制定土地供应的 政策的时候呢 适当地考虑到了 住宅市场的需求的情况 把这个住宅市场的需求 和政府规划的土地供应之间 建立一个系统的联系 然后有一个 长效的调节的机制 那这样的城市群 它的这个房价 就会是比较稳定的 而我们也知道 这个房价呢 是决定一个年轻人 去不去一个城市 和能否留在一个城市 真正落户的 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第二呢 看城市群的内部的产业结构 那些产业结构更加丰富 而且彼此时间 关联度比较强的城市群 发展潜力呢 也更大 毕业生来到这样的区域 他更容易找到 和自己的专业 或者兴趣 匹配度更高的职业 而且呢 未来呢 职业生涯的前景呢 也会更好 并且呢 因为在这样的城市群 产业之间的互补性 关联度比较高 容易形成很好的集聚效应 所以呢 它产业的生产率也比较高 因此的毕业生 也能够相应地得到 更高的工资的收入 如果你想创业的话呢 城市经济学中 还有一个有趣的理论 当一个创业者呢 他开始尝试一种 新的产品的时候呢 他更好呢 是待在一个 多样化的城市 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城市 他可以在这样的中心城市 尝试不同的 创业的方式试错 当他找到一个 合适自己的方式之后呢 的话呢 他可以逐步发展 逐步发展比较稳定了以后呢 他可以考虑 把他的公司搬迁到周边的 比较专门化的小城市群 那里他可以节省一些 租金的成本 能够完成这样一个 创业周期呢 在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群 比较合适呢 就是那种 多样化的城市 和专门化的城市 并存和协调发展的城市群 第三呢 那些空间布局 比较合理的城市群 在空间规划上 更加人性化 更加合理化的城市群 也是更为吸引 年轻人的地方 在土地的空间规划上呢 一个城市内部 它的这个不同区位的 住房的供给 和区位的价值 相互要一次匹配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起到 更好发挥极具效应的作用 另一方面呢 就是在交通基础设施的 规划上 也更加的合理 举个例子来说呢 一个城市 它要修多少条环线 搭配什么样的 南北或者东西的干线 这都是有讲究的 而且在三维的 立体的结构上 要修多少地面的 高速和配置地铁系统 这也是很有讲究的 像这样的规划 比较合理的这种城市群 它会在 更好地发挥极具效应的同时呢 有效地降低 拥堵的成本和通勤的时间 提高居民的福利 最后一点呢 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点 相信大家也都有所耳闻 那些公共服务 基础服务越好的城市群 当然是更加要加分的了 比如说公共的医疗啊 医疗水平更高啊 基础教育越好 高等教育越发达 这样的城市群 也都是更有吸引力的 上面呢 我就跟大家聊了 在未来我国的人口 将向哪些城市群流动 这样的一个 大家要感兴趣的话题 什么样的城市群 更有吸引力呢 是那些要素配置 比较有效率的城市群 是那些产业结构布局 比较合理的城市群 是那些空间规划 较好的城市群 以及那些基础的公共服务 设施比较完善的城市群 刚才呢 说的是整体的人口 空间流动的态势 具体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他们在空间流动上 有什么样的规律呢 我们的研究呢 还发现 他们有一些 自己的 比较有特色的规律 如果大家呢 想了解更多的话呢 欢迎大家三连加关注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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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